如果你和我一样 眼又大又平 还长 真的是太妆 我化过这么多妆以来 要自己改变最大的一次 只是妆容上的改变 还有气质上的 我们先这样遮瑕 用一个比较自然的颜色 采取分区域色块上粉底 脸越白 不管只张脸 没上底妆的时候 上镜要更简胖 自然色粉底的打底 特面上深色粉底 采用面中提亮的方式 脸看起来又白又瘦 太妆最大的特点就是眼神眉 眉胶把它弄湿 如果走向极细眉笔 一根一根这样画 我会再用这种浅棕色的眼线笔 在上面画一点毛流感 就这个样子 这个颜色大面积打底 眼尾这样往上一蓝 连接到眉尾 会有个提拉的效果 像这个颜色 加深眼尾 大手要很轻的 这个眼屋 这个颜色 双眼中 整个眼妆的立体感就有 亲手可以先用浅棕眼线笔进去 深色眼线笔加深 到眼尾的最眼尾 往下拉再提上 就是这样子 再把眼角也画出来 把眼线拉到最眼尾这个地方 再往上提 这样能把眼睛最大滑 光画眼线是不是这两边 眼睛大到最边很明显 因为泰国人眼睛都很大 所以他们也是没有明显的 眼睛下视那条线 我们要用下睫毛 再提那条线 要用浅棕眼线笔 确定我们要外扩的眼睛下视的位置 然后再用这下提亮里面 这边眼睛是不是就比那边大 眼尾最长的假睫毛 它会拉长眼睛 特别注意我们贴的时候 这个假睫毛的尾部 我们要把它贴到眼线上面 超出我们的眼睛本身的大小 这真的会比普通的 提眼睫毛方法的 更放大眼睛 大点亮 然后这边线尾 起点画出下睫毛 修龙色 画出这个卧蚕的痕迹 但是我们不要提亮卧蚕了 大分态上都是没有卧蚕 有卧蚕的那种态中 一般它都不进行卧蚕提亮 我现在习惯在最后再画修龙 但方便我根据眼妆来调整 鼻影一定要画出这两下 这一下 这一下 再配上眼角的高光 眼角的亮 加上这一笔的阴影 这种交叉 它会有一种 一辆拔地而起的效果 泰式腮红 都用这种偏橘的色点 特别要注意 它都不会打在面中 都是斜打 这是一种特别有效的 把腮红当作修龙的办法 它会一下让整个脸部 看起来都紧致 减瘦 口红有个裸色 高光要这样斜打 会在这个腮红和脸的交界处 看眼镜能大多少 这也是一个解脱被增到双眼的角度 你看这高级感不就来了吗 你在近来看 觉得自己的美爆炸 这个比视频拍摄好看一百倍的感觉